欢迎池子 没有什么没有牵手 回去吧 李诞 没 李诞不在 没有他不会写说 哎呀你这 你别晃了 没有活动 今天没有 你这什么还没有 今天这没有 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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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诞没来 没来 他没有活动 什么牵手会骗你们的 骗你们玩的 哎呀 管管 给他们管管 大家好 我是吃的 好 很开心啊 又来录我们这个吐槽大会啊 非常开心啊 听说这一季 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啊 听说招商招到很多的钱 对吧 今天我一来台上一看 放屁 你这个钱花哪儿了 你给我说说 对不对 你就在台上就这嘉宾 对不对 你钱你花观众身上了啊 啊 真是 没有啦 啊 我就知道没有 啊 你看台上的嘉宾对不对 少刚老师 李诞 斯文 就我 这太熟悉的面孔了 对不对 都不是熟悉 简直就是一家公司的 我跟你讲 对不对 我觉得还有什么很熟悉 就是我们这个赞助商啊 Vivo 对 Vivo很熟悉 但是今年的不一样 今年的Vivo X20呢 它是全面屏手机 我的天这是什么 高科技啊 这一条要加钱啊 演员的诞生有没有 嘲笑出来啊 大家可能不难发现啊 我们这个主持人呢 还是少刚老师 还是少刚老师 啊 也有人说我们这个节目组啊 说为什么这么喜欢 张少刚老师 其实你话也不能这么说 对吧 就是确实是当时就是便宜嘛 就是签约 签的时间太长了 对吧 就是打个比方 就是比如说你双十一的时候 对吧 你买卫生纸买太多了 你用不完啊对不对 你也不能扔 对不对 挺老实的 对吧 你就接着用啊 接下来说我们这个 蔡国庆老师啊 蔡国庆老师呢 也来过我们节目 来过我们节目 就是几个月之前就是 刚来过 对吧 还来 你上次送我的祝福 还剩两百多个 导演组就是蔡老师这样的嘉宾 一年最多请一次好不好 他家里两百多个 送都送出去 谁家里有那么多老人啊 对不对 哎呀 再说咱们这个戴军老师 戴军老师 戴军老师确实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当初啊 确实受过很多的苦 比如说在夜场表演 在夜场表演啊 上半场是唱歌 跳舞 下半场是训海豚 很累很忙 就容易忘事 有一次啊 唱歌的时候 就忘了自己在唱歌 还以为在训海豚呢 我蹭就跳下去了 底下观众都嗨了 我这小伙子带劲啊 很不容易啊 当时呢 确实是 训海豚也是他 但是训海豚 那海豚没几年呢 就死了 有几只海豚就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啊 就是他呢 不但要训海豚 还要每天给海豚换水什么的 换水是这样 是把水换完之后 往里面加盐 一池子水要加六吨的盐啊 对吧 然后有一次呢 他就是太忙 太累 忘了 有一次忘了换水 直接地加盐了 哇 就一天加六吨啊 那海豚窝倒就猴死的 我跟你说 哎呀 那个海豚最后那几天呀 戴军老师还在这训呢 来 跳一个 来 转几下 还转的 对吧 来 翻个身 对吧 他就发明了咸鱼翻身 哎 你们看过那个戴军老师那个爱销会议室吗 看过 那咱们接下来说献哥啊 我没看过啊 献哥啊 献哥你别看他今天坐在这 但是他当初啊 09年 09年3月 就说自己要退出娱乐圈 同年的7月 就付出了 当时他退出的时候呢 他说是想专心自己的LED灯的产业 你付出是怎么回事 是你做发光二极管点亮智慧人生了是吗 发什么 发光二极管点亮智慧人生 这是我们胡可啊 胡可 著名演员 沙翼的老婆 胡可呢跟沙翼老师两个人呢很恩爱 很恩爱 有一次呢在一档综艺节目里面 沙翼假扮吴秀波 跟那个胡可打戏 两个人很恩爱啊 达到吻戏这儿 胡可拒绝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认出来了 很恩爱 恩爱 大家都知道刚才也很多人说过 胡可的爸爸 曾经用冻带鱼打过他 就是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 我觉得可能冻带鱼会火啊 大家会往上网搜什么什么 胡可爸爸同款冻带鱼 李旦池子同款海豚什么的 我们这就不是土豆大会第二季 我们是蓝色星球第三季啊 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这个伊能静阿姨 姐姐 姐姐 嘿 伊能静公主 很感性的人很感性的人 特别爱哭 中国达人秀上呢一直爱哭 一直在哭对吧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个选手啊当时 展现自己中国最强的内线 其实选手在台上表演节目呢 就是刚上台表演节目啊 表演完了你哭对吧 有的人选手呢表演着表演 你也在哭 有的人选手还没有表演你就哭了 选手都纳闷的 这这伊能静老师你哭啥呀 我看你的表演非常的感人 我还没表演呢 我看你走上台这个步伐非常的感人 感人 对吧 我 你代入感太强了你这是 对吧 我们这步伐看起来很辛苦 我不辛苦 那你有没有一些感人的故事 我没有感人的故事 你连故事都没有太可怜了 特别 我今天台上呢确实有很多比较年轻的一些长辈 就比如说蔡国庆老师 动灵男神 这个伊能静 姐姐 动灵女神 这个胡可 被动带鱼打过的女神 就是你们别老天天动来动去的 这种动成带鱼你就不美了 谢谢大家 我是吃的 哦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爱吃干脆面的侄子 这环境不行啊 这是环境不利于作家创作 把酒给我摆上 把酒摆上 你这看什么书 你这就摆上 哎 这横幅怎么回事 这 这太晦气了 你把把我这个弄 把我这个贴 把这个撤 给他撤 这这这谁把我横幅换了 怎么四天 那谁干的 这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啊 怎么就就磨面了就给 别别拿啊 大家好我是车子 我最近啊在网上总有人就是我的粉丝啊分不清我跟李丹 我俩天差地别呀对不对 一个在天上啊 一个在地上对不对 怎么就分不清 我在地上我在地上 怎么就分不清对不对 还有人啊分不清帕毕将和刘谦老师 这两个人天差地别呀 一个是女的 一个是男的对不对 怎么就分不清呢 还有的人啊还有的人分不清 赵英俊和雪村 我的天你们 这是人的不怪你们啊 他自己都分不清真的 经常在想我是不是个东北人啊 就说就说我啊 这个吐槽大会之后呢 之后呢 确实是在大街上有一些人认识我 认识我的变多了 在大街上有时候就认识我就叫我嘛 但是很奇怪啊 然后很崩溃 叫我就 哎你是不是那个 你是不是那个吐槽大会那个 知识点是不是你 什么有这么叫人的吗 对吧 那你见到刘谦老师怎么叫 你是不是那个 你说那个春晚那个 橡皮筋是不是 哈哈哈 一旦一旦是 就没这么叫人的对不对 哎呀 刘谦老师知道啊 就著名的魔术师 魔术师 练习魔术呢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也会经常受伤什么的 曾经有一次啊 刘谦老师因为一个一个火焰的一个魔术啊 同一个地方被烧伤了七次 同一个地方被烧伤了七次 你表演的那是魔术吗 你表演的是遗忘 哈哈哈 其实刘谦老师是很厉害的魔术师 但是再厉害的魔术师也会有食物 对不对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食物啊 就是2013年的春晚 那次他表演大变活人 把自己从春晚的舞台上变没 对不对 四年了再也没变回去 哈哈哈 2014年 啊 2014年 行 三年了再也没变回去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然后华少老师啊 华少老师很厉害 对吧 但是你就是别看华少现在是个主持人啊 他小时候呢 话特别少 就是一度被家人认为是个哑巴 哈哈哈 真的 他直到12岁才开始说话 哈哈哈 这个故事我一眼就看透 12岁开始说话说明什么 小学六年没背过课文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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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这个麦克风啊 很像赵英俊老师啊 哈哈哈 哈哈哈 英俊哥啊 哈哈哈 要不是人家知道这个潮流 对吧 人家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麦克风 唱歌能不好听吗 对吧 很厉害很厉害啊 英俊哥呢 他12月12号啊 在北京要开自己的演唱会了 对不对 对不对 一直担心 他一直担心自己的票卖的不好什么的 我在这里就想让大家都去看好不好 屏幕前面的人都去看 12月12号北京演唱会 好不好 好 英俊哥呢 你也别太开心啊 这节目播出都一月了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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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我的我的心是成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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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我去 然后说叶璇啊 叶璇啊 叶璇 她呢 是个才女真的 她曾经啊 曾经拿过全纽约市的数学竞赛的第一名 真的 哇 全纽约数学竞赛第一名 什么概念 就跟中国乒乓球队在非洲夺冠一样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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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啊 当时我觉得纽约的小孩都崩溃了 哈哈哈 啊去高高兴去报名去吧 然后跟他聊天 哎 where are you from? I come from China 全退赛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接下来说咱们这个主咖 啪皮奖啊 啪皮奖 其实之前 来之前呢 我就觉得 哎 这没那么多草点嘛 对吧 他就天天挺好笑的 也是做喜剧的 没那么多草点 能当主刊吗 对吧 问了价格之后呢 确实是能 真是 他是想在我们这节目 把那个逻辑思维撤的钱全赚回来 哈哈哈 真的啊 刚才在后台的时候 我们打招呼嘛 啪皮奖打招呼 嗨你好我是啪皮奖 我们导演组都疯了 整几人整几人呢 整几人过来 你那艺人今天状态不好啊 啊 这艺人状态不行啊 你整几人说哎 怎么状态不行状态挺好 怎么就状态好了 你听听他怎么打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啪皮奖 他应该这样吗 他不应该是 嗨我是啪皮奖 应该这样吧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们家艺人怎么怎么卡了 坏了怎么 有钱老师 有钱老师 你有没有那种魔术 能让人说话变快那种魔术 啊 哦又烫手了 哈哈哈 算了算了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不能知道就是啪皮奖确实啊 曾捐了两千万 在中央戏剧学院盖了一个剧场 叫勿忘剧场 勿忘剧场 勿忘剧场让你们不要忘记什么呢 就是让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们 不要忘记 老娘就是拍小视频 也能赚两千万给你们开剧场 哈哈哈 前两天啊 其实是在看啪皮的采访啊 采访啊 采访他在采访里面说呢 他自己一直想成为一个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一个人 我很感动 因为其实你做娱乐呀 或者做什么的很少有人能想做一个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 而且生活中很少能见到这样的人 啪皮加油 谢谢大家我吃 呜 呜 呜 你怎么这么个大银子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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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realman 池子 啊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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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哎好我是池子 今天特别开心啊 我们台上都是一些比较知名的音乐人啊 我是个我呢 我是个特别喜欢音乐的人啊 我们这个主咖是朗朗 我的天 你们见过朗朗在这坐着 面前就没有钢琴的样子吗 我真的很少见啊 你说为什么我们把钢琴给他放这么远了 这是他唯一保持理智的方法 他也摸钢琴跟摸电门 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 菲菲啊菲菲确实特别特别熟啊 特别厉害 就是当初呢 我确实也特别喜欢音乐 我就跟菲叔说 我就是 我说菲菲你看 我这是 我特别喜欢音乐 我也想玩音乐 实的你听我的 我走南闯北多少音乐节 对吧 你就听我的 你啊 你征战上场 还是得有一电子琴 甭说别的了 甭说别我送你一个 特仗义 真的 说送就送 第二天就收到包裹了 打开包裹 眼泪都下的 很精致的一个琴 对吧 不大 很轻盈 粉色的琴键 你装上两节五号电池之后呢 你摁一个键就唱一首歌 你摁都啊 是 都都搜搜 拉拉搜 你摁 都都搜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怎么着菲叔啊 对不对 你当年征战沙场 就靠着一首小星星 是吗 你看不出来挺躁啊 接着说 接着说信啊 信 大家肯定都听过 他那首歌 对不对 死了都要爱 当时大街小巷 都是这首歌啊 就当年啊 能跟你匹敌的 只有庞龙 没有对手 没有对手 对吧 但是那首歌 大街小巷都在放啊 但很多人也爱唱 对吧 我觉得你们就唱这首歌 就有个问题 这歌是人唱的嘛 对吧 对吧 那首歌我给你讲 除了信 谁唱都难听 再仔细听听啊 其实信唱也难听 太高了 太高了 对不对 很难欣赏啊 接着黄国伦老师 黄国伦老师 很厉害啊 大家都知道 他最重要的作品是什么 就是给王菲 写过一首 我愿意 对不对 然后蹭吃蹭喝十几年啊 都蹭到这儿了 就是你看黄国伦老师 你看人王菲 现在还唱过 我愿意那首歌吗 对吧 人家不唱了 对吧 你为啥不唱 人家不愿意 黄国伦老师 确实是在鸟巢 开过演唱会啊 确实是演唱会 人家歌手开演唱会呢 一般都会有报道 外面就说 谁谁谁 就开始圈钱了 开始捞钱了 但是您一看演唱会 外面一届好评 真的 肯定不是捞钱的 媒体一度怀疑 他是做慈善的 你们想啊 你们想啊 鸟巢门票一百多 他的门票八十八 给大家一个参观鸟巢的机会 我仔细想了想 鸟巢建成以来 您应该是第一个 在鸟巢赔钱的 鸟巢大了 什么鸟都有啊 就说朗朗 朗朗 我们今天的主咖 朗朗呢 他曾经那个 上综艺节目 但他上综艺节目 有原则 就是他不多说话 不干什么 就是弹完琴就走 弹完琴就走 我在想 为什么 为什么就弹完琴就走了 也不干什么 后来想清楚了 就是他们 他们钢琴家到这个高度 就是每天都要坚持练琴 但是你不是每个地方 都有琴可以练 他就参加节目 他就蹭琴 今天来我们 托捣大会 非得要一钢琴 就这样摆着 也不弹 但是我觉得 确实是朗朗 只注意身体 就少弹琴 因为你弹琴 容易得脑震荡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有请脱口袖收子 池子 池子干嘛去 太多吴亦凡的粉丝说他 他去避风头了 这都躲半个月了 还躲呢 哎呀 班总你不要生气 来 看看这个快手短视频 里面实在是太逗了 来 让你开心一下 哎 不过说真的 这池子真是怂啊 你说谁怂呢 我真的上去 你信不信 赶赶赶紧去 我就是上场 不要打扰我看快手 去去去去 大家好 我是池子 对不起 今天呢 来的看这个 头大会很不容易啊 你们啊 我之前我看这嘉宾名单 我就看不懂了 对不对 我说这名单怎么 李旦舒畅 池子磅礴 为什么要把嘉宾 这个感受写进去 为什么 对吧 我听起来就还很大气 对吧 但李旦听起来 肠胃就很舒畅 接下来说刘指导 我从小是真的 特别喜欢乒乓球 特别喜欢看比赛 我一直有一个 不懂的问题 今天就是正好 请教一下刘指导 这是为什么中国乒乓球队员 打比赛啊 赢个球特别爱叫唤 对吧 那个队员打比赛是这样 去 你仔细听啊 每个人喊的不一样 即便是每个人 每次喊的都不一样 对吧 就是张继科 去 第二个球 去 第三个球 六个 你们队员平常都是打拳簧 对吧 这个可能张绍刚老师不太知道 因为你是个不懂球的胖子 曾经有个老戏鼓演戏啊 对面是对着沙包演戏 我就想着这沙包到底是谁 对吧 我最后想明白了 是潘月明 你想对不对 白夜追凶的一人分手两拳 总有一个沙包是他 对不对 老戏鼓也是潘月明 沙包也是潘月明 咱们那个这都开玩笑 但是我觉得这个影视圈 这小鲜肉这个现象啊 无伤大雅 对不对 你想啊 现在这老戏鼓啊 对着沙带能演 对着绿木能演 对着空气还能演 这老戏鼓越演越精 对不对 如果都能练成潘月明老师这样 那都不需要对手戏 那演示圈也不需要小鲜肉了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其实我觉得做人最要紧的 就是开心 你肚子饿不喝 我出外面给你吃 什么年代了 还不快乐 还吃面 你不快乐 你看快手 快手多快乐 对吧 大家好 我是池子 今天是个好日子呀 对不对 哎呀 少刚又主拐了 第一次崴脚 对吧 我们信 老人嘛 对吧 摔个脚崴个脚 腿脚不好 你短短一个月 分别把两只脚都崴到 你让我们怎么相信 对不对 你那还是巧合吗 你这俩脚八字不合呀 两个脚吧 我们节目组一直对外说 我们这节目分寸拿捏得特别好 嘉宾就没有生气 你让人家怎么信 然后跟这主管 然后说心姐 心姐 当年你们都不知道 他拿过闪亮新主播的亚军 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 但是你们知道冠军是谁吗 对吧 你能输给杜凯涛 你们比的是啥呀 摔跤啊 对吧 那再话说回来 心姐那主持功力 确实是没得说 你就是字面意思 确实是没得说 就是快乐大本营 对吧 那么多主持人 海涛呢 站在最外边 你站得还比他口外 录节目的时候 你是不是都在捧外边玩 有一次录节目 录节目导演忽然发现 这无心怎么带观众心 就问他 无心怎么回事 无心就生气 哼 我就看没有我 你们能不能录 导演呢 傻孩子 我们都录完了 这是说林雪大哥 林雪大哥特别可爱 是金牌配角 金牌配角 好的演员呢 就是这样 你可能记不住 他演过电影的名字 什么的 但是这个角色 深入人心 对吧 就比如说 那个功夫里面 演那个黑 叫 比如说那个 是黑社会 里面演了一个 比如说 姐姐吴先生 对吧 里面演了一个 对就是说 深入人心 经常在那个 黑帮那种 港片里面 看到林雪老师 但是谁也想不到 他是在天津出生的 15岁才去香港 移居香港 我觉得这个决定 很关键 你想 你要是说天津话 那怎么演黑帮 对吧 那大哥说话 姐家门可不想好人呢 那林雪在旁边 咱得弄死他呀 对不对 这就不行 不严肃 那要当初梁朝伟 站在天台上 如果说的是一句 对不住了您呢 我是个警察 夏凌姐也不能 嫁给他呀 对不对 这个很过分 就是说 马景涛老师 马景涛老师 据说有 马景涛老师的剧组 都有正骨的医生 因为他动作大 对不对 你告诉我为什么 把他胳膊就掉了 就脱臼了 对不对 脱臼了 所以说经常 跟他对戏的女演员 都会请武术提神 接下来说家梁姐 家梁姐是跟 咱们梁朝伟 特别的恩爱 特别心疼梁朝伟 有一次 梁朝伟在拍 《阿飞正传》的时候 有一次难受 一回家开始哭 边哭边脱地 然后那个家梁姐 就心疼他呀 打电话就骂我家梁 你怎么回事 我觉得家梁姐 你要是真心疼他 就别让他拖地了 他为什么哭 你还不知道啊 对不对 我堂堂一个影帝 拿那么多奖 回家拖地 搁谁谁不哭 对不对 搁我都得哭 然后再说家梁姐 其实特别会投资 特别会投资 当年赚的第一笔钱 在香港买了一栋楼 你们听听 为啥人家赚的第一笔钱 就能买一栋楼 而小冬老师赚的第一笔钱 买的就是裤子 接着说 家梁姐呢 就是代言过很多的美妆产品 各种东西 什么紧致 提升 喷喷喷什么 这有什么 就是广告很简单 我也能 对吧 英术法国 送入晚安面膜 睡前涂一涂 带给你高级斯帕的感觉 在你睡眠中做斯帕 喷喷喷 很简单 对不对 一个广告做完了 接下来 家梁姐呢 代言过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 家梁姐 你们看过家梁姐的广告吧 带过很多东西 没什么合格的 真的 她身体真好 硬朗 吃的喝的玩的用的 绕开了所有合格产品 人民的质检员 要说代言 代言的东西出问题 我觉得也不能全怪家梁姐 因为明星代言产品 她也不知道自己代言东西的好坏 就比如说洗发水 当时家梁姐代言洗发水的时候 那也是带着假发洗的 她都知道好坏吗 对不对 听说还有一件事 还有一件事 就是刚才程璐说过 家梁姐和王菲 两个人喝茶 面对面坐着 彼此45分钟不说话 我想听说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明星啊 咖位到了 就戴墨镜 对吧 咖位越高呢 墨镜越黑 像家梁姐和王菲这样的 那墨镜基本上不透明 什么都看不见 对不对 两人往那一坐 谁也看不见对方 喝完茶了 一摘眼镜 才发现 哟 借不死王菲吗 谢谢大家 我是吃的 到你了 别着急 有请吃的 你看我的眼镜 眼镜也有了 啊 这大肠袍子也有了 我坐着跟李战 还是一个位置 这是多少人啊 你你这样的 李发师 你照这个投影剪了 越像越好 就这个 就这个顺发的感觉 这种刚出狱的感觉啊 就是那种 对对对对对 他这个发现又圆 你要圆 你傻没事 越像越好 就是那样的 对 剪就行了 哎呀 对吧 设计弹种不带 麻烦您当下弹种的代理策划人 来 哎呀你瞧瞧啊 多好啊 这叫啊 大语说话 哎呀我去你 哎啊这最近什么建国 我知道你这次当策划人 我把衣服给你试好了 这没问题 你这穿上去就是策划人 我给你眼镜什么 戴上去你就是策划人 我现在上台了啊 你去策划人 你去吧去吧 加油啊 走走 这眼镜哪什么呢 太软了 大家好我是池子 哎呀今天我们拖大会这么多期了啊 大家观众也都知道啊 谁能验得过我们张上刚老师 对吧 今天陈志鹏来了 张老师树的体无万福啊 啊 你看看人家这色 看看人家这搭配 看不下去 是吧 你看就上帝打翻了调色盘 全撒你身上了是吧 就是说乔山啊 乔山我以前 就像前前几天啊 就刚见过乔山老师 真的有一次一个领奖的活动啊 很多个嘉宾 在一群嘉宾中 他特别的不一样 很显眼 一眼就看出来了 对吧 穿着浴袍 什么时候 很突兀啊 什么时候 其实乔山本来不想参加我们这节目啊 觉得这不太好什么的 不够他的咖位什么的啊 但是看嘉宾名单啊 一看有池子 他以为是道俊 哈哈哈 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啊 来到现场啊 一看陈志鹏 穿的这么不正经 肯定不是个正经节目啊 哈哈哈 上到家问我呢 诶 其实厂子热不热啊 我说厂子挺热的啊 对吧 挺热的 他说热了好 热了好搓呀 哈哈哈 接着说 说高进老师啊 高进老师 之前建国啊 跟我推荐高进老师的歌曲 说我们不一样这首歌 他说这首歌特别好听 我一听震龙发聩 余音绕梁 我脑里回荡啊 回荡 我就想这么好听吗 我听了一下啊 那首歌这不就这样吧 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每个人 那是回荡吗 那就回升好不好 哈哈哈 什么很简单的科技 对不对 我也能来对吧 建国 建国 你真帅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是什么才艺 哈哈哈 这营造一种很好听的感觉 假的啊 都是假的 很多人说啊 他这首歌曲啊 俗啊 特别吐什么的 但是其实很多歌曲啊 高进老师没有参加编曲 没有参加演唱 他就是填词 对不对 你仔细想一下 是不是词最吐 哈哈哈 还有作曲 也有 那曲的也吐啊 就是高进的歌词怎么说呢 就是感觉上次啊 王建国喝多了 跟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对吧 就吐之前啊 就跟我那儿 撑胸到地的对吧 感觉高进老师在旁边录音笔录下来了 哈哈哈 对吧 好 建国喝多了 所以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 就咱不一样 咱每个人都不让他敬语啊 哈哈哈 对吧 就像一杯酒啊 就像一首老歌 哈哈哈 我就是你老歌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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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啊 很像 啊 高进在2017年开始了自己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啊 在北京广州成功举办之后呢 结束了自己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哈哈哈 哈哈哈 世界那么大 你出去走走啊 哈哈哈 对不对 对吧 我觉得你但凡你出个国 对吧 回来那肯定不一样的 那歌肯定是 团类去的 我们艺伺人 都戳不一样 都立了 這很 很不一样 你一样ях 护厉 很有节奏感 萧阳老师曾经劝王台丽 演一些女性角色 王台丽人家拒绝 人家不愿意演 萧阳还生气 就跟汉女似的 为你好你不演 为你好你咋不演呢 真是老让人演 人家不愿意 非让人演 萧阳非让人演 就现在你看 好了吧 王台丽演上瘾了 再也没演过男的 曾经拍老男孩的时候 萧阳老师已经把自己 所有的积蓄都投入进去了 但资金还是不太够 明显不太够 有一次正拍着呢 正录着呢 制片就来了 导演导演 咱们这个如果资金 再给不到的话 中午的盒饭 可能会没有菜啊 想当时就急了 别说了 这张卡拿着 再怎么着 不能够了兄弟们 制片也很干大 导演你这个心意 我都领了 可你这张64G的存储卡 有什么用啊 骗谁呢 快子兄弟 快子兄弟在全美音乐奖上 那也是获了奖的 确实获了奖 年度国际歌曲奖 很多人回啊 他们快子兄弟啊 去全美音乐界领奖的时候 假唱 你就别说假唱 他讲都是假的 对不对 他假唱就是转于你们注意力的 什么时候唱啊 广告时间唱 也不播 只要给钱 你们爱干嘛干嘛 对吧 你别说唱小苹果了 你就吃小苹果也行 大家都知道 那个萧阳老师刚才前面说过 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 我们这个卡姆呢 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 卡姆啊 你或许不能选择 你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但你一定不要成为 自己讨厌的那样的人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是池子 有请戴墨镜的池子 说今天咱测一下视力 来来来随便测 来看得清吗 这个 这个 看不清吗 这个视力有问题了 怎么往上一个呢 这个看得清吗 这个让我看 这还要这个视力 那最上面这看得清吗 这个 完了 你这个视力退化太严重了 护士啊 毛护士啊 对对对 这眼睛不行了 视力不行了 再给我换一个 推动 推动 你再给我换一个 不是 不是 不是视力是谁认的什么呀 不是不认得的问题 这不认得 就是不认得 比方先生主要炸弹权 这全是视力的问题 看得见吗 看得见 摔着啊 大家好 我是陈子 不是毛不易粉丝吗 怎么回事 最后一期了 非常的开心 非常开心 大家可能注意到 我跟以前的形象不太一样 戴上了墨镜 我其实前两天啊 就是眼睛发言 写稿发言 肿了 我这都都好了好了 全愈了 全愈了 今天先说 先说毛不易啊 毛不易 我特别喜欢毛不易 真的 因为我跟李诞 恰好参与过一个 直播他们比赛的节目 可以说是 我是看着他夺冠的 真的真的 他每期比赛 我们都看 每到他出场呢 我俩骂街的声音 就弱下来了 这仔细听 仔细听 他那个比赛 我们一直陪着他 他夺冠的时候呢 我俩节目已经被停了 不后悔啊 直了 直了啊 他可能不知道毛不易 以前确实是学医的 学医太辛苦了 你看给孩子逼的 只能走上偶像这套道路 就是说 王正亮 亮哥啊 我感觉 他呢 他这个 你看是戴近视镜 他戴上老花镜 就是汪峰一样 07年 07年快乐男生 第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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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好意思天天说 对不对 但也不是人家说的 就是我们 称呼我们说 对吧 咱们只能这么介绍 要不然你怎么说 接下来我们有请 时间守护神 王正亮 对吧 就不合适 对不对 亮哥 你知道你为啥 你快乐男生 你第十名吗 你不快乐呀 对不对 你天天唱的是啥 那时间都去哪了 那人家那 青春活力 那苏醒后台打架那种 人家 人家是快乐男生 你是悲伤男孩 我觉得 我觉得王哥 你唱那种时间都去哪 你就是闲得没事干 你要真正有工作 你都就知道时间去哪了 对不对 人家张亮影 对吧 时间都在录歌 那毛不易的时间 都在录歌 那陶晶莹的时间 在道歉 陶子姐确实是很爱道歉 很爱道歉 你在百度搜索 陶晶莹道歉 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 你打完陶晶莹三个字 第一个词条是 陶晶莹滚出娱乐圈 忽然激动了起来 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我的意思 不是 他是那个自动联想 就那种猜你喜欢那种功能 陶晶莹呢 给湖南台道歉 给周杰伦道歉 给范冰冰什么道歉 谁哄给谁道歉 我觉得你真是 你这个时候 张亮要给你道歉 对不起 实在是 我家小灵童欠费 你没给你投下 你得第三名 对不起 对不起 陶子姐 我这个哽咽怎么样 哽咽的感觉 演员的诞生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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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维仁老师 袁维仁这个名字 听起来 像是进化论的一部分 但是今天我见到 袁维仁老师真人 我感觉又回去了 感觉 我就是很狂野 接下来是张亮颖 小时候我真的是喜欢 听张亮颖的歌曲 还是小孩 对 确实是 对 活了二十多年了 就是那个你知道 小时候小孩也不懂 就喜欢学那种海豚音 是吧 就叫给我爸吓的呀 都不认识我爷爷了 就真的特别喜欢学 当时张亮颖那个 看那个视频 求婚的事 大家都知道吧 对吧 这求婚很别致 别人求婚是 南方单膝跪地什么 他这是张亮颖的演唱会 突然就说 如果现在想娶我就站上来 粉丝都吓傻了 还以为福利环节呢 好几千人往上冲 这宝安就使劲拉 全给拦下来了 哎呀 连冯柯都给拦下来了 冯柯就说 你让我过去 张亮颖我女朋友 是是是都这么说 往后退啊 往后退 那环节可以啊 而且张亮颖呢 结婚的时候啊 是王正亮担任司仪 王哥你这傻伙都结 这问题就 没钱了 你这种活你能结吗 对吧 你还记得 王正亮就开始主持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亮颖 是在一个酒吧里 这么长时间 时间都去哪 让张亮颖急眼了 你给我出去 结婚在干什么 张亮颖 张亮颖说话 张亮颖第一次 我见到我的另一半 我才十八岁 他陪了我十二年 十二年的时间 时间都去 最后到婚礼试词 到婚礼试词 你们能否经得起 生活的考验 时间的最 把房正亮给我安住了 谢谢大家 我吃的